台北市政府打算將西門町雙圈 在部分時段列為禁煙區 不過西門町原本就人潮眾多 觀光客又密集 怎樣有效勸導管理 台北市長安文哲表示 雖然有難處 不過基於健康 他認為禁煙應該當成為全民運動 有食煙習慣的民眾 未來如果在西門町雙圈食煙 小心可能會收到一張一萬元的負擔 因為台北市政府打算 將西門町列為全面禁煙區域 西門町人潮眾多 加上又有觀光客 附近有些商家擔心會影響生意 台北市長安文哲表示 的確有難度 不過食煙對於身體完全沒有好處 在醫生的立場 亦為市民的健康 禁煙應該當成為全民運動來推行 北市衛生局還會計劃在西門町雙圈 考慮部分的時段 好像每晚6點到凌晨0點 實施全面禁煙 立意雖然好 不過也有人認為 這樣做根本就是對食煙的人趕盡殺絕 應該要有配套措施